现在人都很重视隐私权 连学生也一样 在花莲这个高职就有学生投诉 这个教官呢 趁着大家不在教室的时候 去检查学生书包 手大拉大的伸到了书包里 看到的学生都觉得很过分 把影片拍下来进行投诉 下课时间学生准备回教室 全部集教官和辅导组长 趁学生不在 次次检查 中学书高 仔细看教官的手就大拉拉 伸进包包里东翻西掌 这个搜完再换下一个 学生看到气得拍照投诉 学校教官大喊冤枉 这个月一号这所花莲高职夜间部 有学生向老师反映 班上有人吃槟榔 味道重的让人受不了 教官才会到教室搜查同学书包 要查是谁偷带槟榔 香烟等违禁品 只是时间点惹着腻 不定期的去班上做检查 做抽查 那有些情况是不能先跟学生说的 要不然他们就拿来别的地方查 选定特定人员做一个检查 因为我们大概看 哪些人牙齿比较红的 我们看一下 仔细看 画面中的红衣女学生 就是班长和副班长 根据教育部规定 只要有第三人 也就是学生代表陪同检查 就不算触犯隐私 事后教官也在几个学生书包中 搜出香烟 将违规学生依照校规处分 虽然事后校方调查 教官搜包包的行为没有问题 但已经让其他被翻书包的学生 有种不被信任和隐私 遭到侵犯的感觉 中心新闻 这两位领许玉品花莲采访不到 辛苦了 膳炑